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皇权不下县 陛下直接免除民间一家的租庸调 县令就难办了 我身为皇帝 这点权力都没有吗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陛下应该是什么都可以 可是解了一家的困难 解不了天下百姓的困难 若要解天下百姓的困难 靠的是政令 天下人口都有困难 陛下一个一个去解 那就要解到什么时候啊 行了行了行了 好了 我们不谈这个事情了 现在我心中最大的事就是草原十八部了 方县令 在 你看这个事怎么解决 陛下 陛下 这百姓辛苦的事还没谈完呢 怎么又谈到草原十八部来了呢 草原十八部不除 怎么过安稳日子 陛下难道不明白 除草原十八部靠的是什么 是百姓 是国力 你给我闭嘴 我现在不谈国力 让我闭嘴 那还要我干什么用 不如直接把我给杀了 还少被朝廷一份钱粮 卫生 开门 陛下 这么早就下朝了 陛下 我被杀了他不可 陛下 莫非是魏征又惹你生气了 还得有谁 这个乡八老 把我气死了 我不能杀了 我不能杀了 我杀了他 他就千古留名了 我成了千古罪人 我不能杀他 对不对 我不能杀他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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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被一个臣子给气跑了 这我倒是头一回听说呀 我们这些做臣子的本分 是劝导陛下 而不是去触怒陛下 你看 我们怎么办 哎 我不上这个道 我就是不杀 臣妾恭贺皇帝陛下 你 你干什么 臣妾恭贺陛下 恭贺我什么 大唐能有魏征这样的良辰 是陛下的姓氏 难道我不该恭贺吗 有你们这些人在 我想做个坏皇帝都不可能啊 那是因为陛下圣明 才能把那些良辰 吸引到身边来 难道 我们就这么一直等下去吗 陛下驾到 陛下 你们都在啊 也好 省得朕去叫你们了 魏征 刚才 是朕做的不妥 以后不会这样 你说吧 今后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朕不会再阻止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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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